1月11日,去台北官選之團的第一天 因為我本來預約星期五開始 但忘記了,因為星期五是選前最後一天 民進黨的海盜其實在星期四那晚 於是我就臨急臨忙,多多一天 大家如果有看Patreon,就看到大家是星期四 所以原來單丁多一晚的酒店就很貴 我就唯有多多另一間房,轉房也沒辦法 但是台灣是有人情味的 我跟他說了我會一加四日,即是一晚加三晚 一個很好這樣的服務員 一邊走一邊看看我今天這間房 服務員就好好地把我第一晚的房間upgrade 連續四晚就不用轉房 我就可以把我的儀器全部放出來 這間豪華家庭房其實都不太好 不過因為它在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直上就是這樣 算地點都是非常之方便 好,這個將會是我這幾天的 這幾天的studio 這幾天的直播室戰情室就在這裏 努力希望為大家做一些直播和節目 Check it out 大家好,我是Calvin 這個台北的官選直播之旅 就由1月11日到1月13日 即是連續三天的直播就如本結束了 這裏都跟大家分享一些經歷 如果有些網友沒有看過之前的直播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海特格蘭大道的造勢大會 這是台北的選舉中一個最地標性的地方 一個集會的場所 它的位置就在總統府前面 直至到警服門 這條是海特格蘭大道 如果最多人的時候就是超過10萬人 今年大家就越喊越多 有些是10萬、12萬、20萬都喊過 1月11日是星期四 選前是星期五 本來以往慣例都是選前一晚 都是由兩個大黨 國民黨或民進黨 會鋪到的 但今年是Sakadu 即是三國勢力 所以今年比較有趣 選前一晚由民進黨 民進黨前一天就在星期四 所以我就 預約完星期五之後才發覺 原來我要預約多一晚 所以我星期四就上台北了 其實第一次去都很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做直播 又不知道有沒有位置做直播 忐忑又緊張的心情就出發 好多謝各位網友和網台資訊眷顧 首先我買了一張電話卡 我第一天就發覺 台灣大哥大的接收非常之好 反而用中華電訊另一部手機就完全接收不到 我由台北車站 我住的地方附近 就慢慢走去 就會經過台北醫院站 接著就輾轉 經過一條很窄的行 就去到會場了 一到會場的人聲鼎吹 其實這麼多人的集會 都會想起很多回憶 可惜現在真的要在其他地方才能感受到 當中整個集會 氣氛非常之高漲 令我最有印象的那一刻 其實是蔡英文鞠躬踏謝大家 以及他捉住賴清德的手 顯示一個交叛的想法 那一刻令到在場非常之感動 愈要在咖啡 principio 凯特格兰大道 也是台湾选举里面 最地标性的地方 哎呦好近啊 哇怎么样啊 大敗小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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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陪伴我们这个CCChannel第一次 之前试过的就是播过这个 这个在凤山的造势大会 但是海盗的直播集会 就是第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海盗的直播 2024台湾大选惊议曲中仁山 但台湾新一轮的政治角力 只是刚刚开始 在三党不过半的立法院 三个党派怎样争取最大利益 怎样部署两年后的九合一大选 甚至下一届的总统大选 CC工作室全新节目系列 台湾新政局正式退出 Patreon及YouTube会员 独家优先收看 敬请留意 多谢支持